潘兆聰 恐怖在戰 Naomi 你好 大家好 今晚Naomi有幾個推介 我剛才聽過這些都很有趣 如果你接下來會去台灣的話 真的要聽 我也沒有聽過 例如大團 早前就拜蔡神 大家知道 拜狐仙 大家都會知道 這些就不說了 這些都是我十多年前才去的地方 沒錯 好 先過來聽聽 第一個我個人推介 就是迪化街城王廟 這個我知道 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其實城王廟最厲害的不是拜城王 是拜月老的 不如我再說一下 好 因為很多人都好像錯了 好 你說 其實我每個月都會去的 在台灣的時候 你不用嗎 首先 你搞定一個就行 你不用每個月 有些迷信 首先教大家怎樣去 最方便的方法 我猜香港人都是老癡 首先最近的車站就是台北車站 然後你給不用跳標的的士錢 就可以去到的 迪化街 國語就是迪化街 迪化街城王廟 他們一定認識的 沒有人認識的 你要準備什麼貢品呢 就是糖 其實旁邊有很多糧果 整條街都賣糧果 有什麼白鮮果 梅 那些 蜜蜜蜜蜜 整條街都賣這些東西 烏魚子 你可以在那裡賣 就不用自己帶去 就放一些貢品 你可以拿回酒吃 但你先去到那裡 就放下貢品 你就去櫃面 跟他們說你要求紅線 因為台灣很相信 那條紅線是一線圈的 對 相傳紅線只有拿一次 所以你不可以不見到紅線 拿到紅線之後 會有一份衣紙 你就不用你那份衣紙 那份衣紙 放回去桌子就可以了 拿回香料就可以了 那就由城王廟的正門進去 拜第一個 那你就說你的名字 先拜城王 先拜城王 這樣兜過去 首先直走 然後就會轉左 然後就逐個逐個拜 拜出來 首先說 每一個神都要拜 起碼六七個 每一個神都要拜一次你的名字 出生日期 時辰 出生地址 住址 很有趣 台灣要提到你的家的地址 沒錯 香港不用的 台灣要提到你的家的地址 之後就說你的願望 就是這裡 就是金色神像 開始進去 你的貢品就是放在這張牆桌 OK 那你連上一份衣紙 因為有人會幫你 你就不用自己燒 那你就先進去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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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台北俠 海城王廟的洞出來 OK 接著 那張牆桌前面會有一個大的爐 最後你的指香就插那個爐 然後就拿起你的紅線用左手 左手啊 順時針三個圈 那些就叫過爐 然後你的紅線就跟著你 通常 一定會求到那支紅線 一定會給錢 50元台幣 因為有些就要求回來才行 不用求的 那個是護仙就要 這個就不需要求的 那你進去給錢 只要拿一次的 紅線 好像50元左右 我當年 我忘記了 不知道現在多少錢 50元台幣 一份衣 供品就放在那裡 那你出來就記得去那個爐 之後吃的東西可以拿走 那份衣就不要拿走 放在那裡就行了 就燒掉 對 然後呢 在剛剛紅色的牌下面 那裏有幾個桶的東西 很多人排到那一隻杯喝的 那個就是一個蓮子水 很甜的 記得喝 那個蓮子水真的為你帶來的恩怨 還有好運 記得一個提示 因為那杯茶是很熱的 千萬不要吹 因為吹 就會吹走你的恩怨 這是很多人會發的 是嗎 不要吹 那條照片中的紅色紙 有條線放在那裡 就是紅線 那份衣就放在那裡 那些貢品糖 就可以拿走 你就可以拿走回家吃的 是的 那個紅線就幾百人不飽 OK 記得不要吹那杯茶 還有記得喝 最重要是這樣吧 對 因為之前我夏天很熱 我吹那些人就 旁邊的人就說 你不能吹 不能吹 連把音樂都吹了 所以這個就是不吹 這個就是我給大家記得的提示 這裏就非常有名 好了 劉德華出唱片都會去城王廟 是嗎 是 很多人都知道 真的嗎 或者有些歌手 新人歌手宣傳 都會拿著唱片去城王廟 然後在那裏 很多視訊金 都會拿著唱片去拜城王 這個都是很多很多很多 電視會播放的 這些歌手 娛樂新聞會有人在那裏拜 可以了 我接下來去的時候 我就會拿一個APP 對著城王廟 Appmanban.com 或者BigBear.com Line Banner Line Banner 給他看著 好了 你拜完之後有什麼事發生 大概十年前 那時候就很喜歡 如果有個男朋友 類似孫英威那麼英俊就好了 我這樣跟月露說 在城王廟 當晚有人叫我去唱片 去唱片的時候 遇到一個男生的側面 是九成的 跟蕭惠威一樣 即是那個人你不認識的嗎 不認識的 進去一開門 這樣才是威威的 之後就很開心 認識了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說 你喜歡什麼女生的男生 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覺得 男生穿全身粉紅色西裝 會很英俊 很有型 說是 其實我住在唱片附近 那個唱片的男生送我回家 第二天我放假的 所以我才去唱片 他就打電話給我 你有沒有空下來 我說 你下來吧 然後那個男生 就穿全身粉紅色西裝 拿著桂花在家裡等 那即是 很靈 第二天就搞成這樣了 對 但我給那個男生 因為要去上海發展 所以我跟他走 我就沒有了 所以我已經中了 其實我之後求的所有事情 其實他都會出現 這麼厲害 對 你回到我的緋聞錶 其實那些人都是 我當年也是在那裡求過 都會成為了我男朋友 立即搜尋一下 Naomi 所以 是非常好的 成王廟 非常靈的一間廟 極力推薦 我每次回到台灣 就算我只有兩天時間 我都會抽一個小時去成王廟 早起床很晚 五點前我一定去 那不單是姻緣 例如劉先生 你說出點 其實是人緣 因為藝人是需要人緣的 其實人緣 都會去扣成王廟 但他最出品是姻緣 說到橫臣 可能有些人明天就搞定了 橫臣記得帶來的喜餅 喜餅就是我們那些嫁女餅 台灣就叫喜餅 整個匹匹拿回去 成王廟給余佬 成王廟 然後就去籌謝他 帶上老公 或者帶上你老婆 但因為去年 我記得子羽 也跟我們一班808的同事 真的去 因為他們想求姻緣 就去了龍山寺 因為龍山寺也很有名 他就說 都求到一條線回來 不過他就差不來 就搞不定 就是過爐了 左手順時針三個圈的過爐 就是 簡單來說 他們的能力來自哪裡 那個能力就來自香火定性的香爐 那些香 就令你拿到那條線之後 會有那個效果 其實過爐很重要 我習慣性 連手提電話都會過爐 因為做藝人的時候 接手提電話 就是用手提電話 所以我通常都會拿電話 通常學員都可以 都會有工作 好的 我都沒有做過這件事 幾次都 你不知道要怎樣做 要左手 左手一定是左手 左手順時針 三個圈 明白了 除了求姻緣 或者人緣之外 還有一個地方 又是很有趣 我完全沒聽過 要靠兩種動物幫忙 對 我就給了一個聯絡 Edmond 那個地方很有趣 是一個廟叫洪奴地 洪奴地的下面 那條山路裡 那裡 有一些占卜的叔叔 有點像我們王大仙的 蕩口 這個叔叔就是鳥掛 大家聽過了 廟街都有 即是小鳥 真的放一隻鳥出來 擔之籤 擔之籤 對 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加一隻龜 龜掛 那一隻龜呢 首先呢 他就放一隻小鳥出來 擔之籤 擔之籤 擔之籤之後 他就會擔住他 因為慎容他換牌 或者是給你的 你放在你那裡也可以 但不准看著我們 他就會給你一隻烏龜 你自己拿的烏龜 放在他一個盆 生的烏龜 動的 動的 真龜 他就會叫你 你拿起這隻龜 主要怎樣擺 就放在那個盆 類似八卦的盆 上面有一個洞 洞裡有一塊布 是 有一個掛在裡面 他搓成一顆東西 塞在洞裡 圍著盆 然後你就放一隻龜 隨便 你喜歡怎樣放一隻龜 方向是任你 放在正中 我們就等一隻龜 等一隻龜 爬下去 那他的尾巴呢 撞到哪一顆東西 之後就掃 他就會有一個掛叫你掃 叫你自己掃 你自己掃 例如說三十六 那你就一二三四 數到三十六 那顆 你就拿出來 你打開後 就會和尿掛是一樣的 一定一樣的 一定一樣的 不一樣就不對 那隻掛就再來 一定是一樣的 因為我前面幾個朋友 都是一樣的 除了我 因為我戴帽 他叫我戴帽子 戴帽子 之後再試一次 那這件事就一樣了 這件事就不要戴帽 然後你打開兩隻掛 一樣 他就會幫你解纖 那又是很準的 都很準的 其實我去的都是娛樂圈的朋友 他是自己先 所以他個人 他就覺得非常準 我介紹了一個女生和我同行 那個女生因為姻緣有些問題 他想結婚 那個人就跟他說 這個男生不會和你結婚 其實這個男生是不會和你結婚 他不想結婚 兩個都是藝人 一個不是 女生是 男生不是 然後就跟女生說 你一年後就會遇到另一個男生 那你們很快就會結婚 那個才是 Eric真的很厲害 他馬上搜尋 龜和鳥的掛 是不是在這裡 像不像 不是這個叔叔 但類似這個 我想很多的 是不是這個叔叔 有沒有印象 不要緊 糟糕 紅露地 那都是在這裡 差不多 好像不是這個名字 但類似這個 在街邊 不要緊 對 類似這個 對 那又是很準 是準的 因為我自己給了兩個男生的出生年月日 已經說到 九五大八都不認識他 他都會說 男生是怎樣 立刻說到男生的性格 家底 家境 家庭背景 你怎麼可以選他 誰跟你緣分寵 他都說得到 那其實那隻龜和鳥 你覺得有沒有溝通 我不知道 會不會 我們一起選這個 兩邊的 兩邊的 他們不是一起混的 鳥是鳥是鳥 龜不知道是誰拿出來 其實也不朋友的 不朋友的 鳥也在桌底拿出來 我不知道在哪裏 他有隻龜 好笑 好啊 我應該會去到的 這個地方 應該會去到的 我給你電話 你可以約老師 好 他們叫你說明師傅 叫老師 沒錯 看完了 沒有了 最精湊的部分 看不到 這只是 恐怖在線 每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到 一個小時 免費節目的說話 可以在星期一至五晚 大概11點 答八個字 可以去到 admundpun.com 至於在Facebook 只要你like了 我們的專業Hotbase 都可以看到 另外Vchat的火嘴網 以及BigBig Air的手機APP 都可以看到 大概一個小時 免費節目 但如果你想看全集節目 大概有一個半小時的說話 麻煩你參與我們的月費計劃 現在聲音的月費 就是30元 而視像是40元 只要你成為我們月費計劃的會員 隨時下載 隨時看完所有節目 還有只要你加了10元 就可以用到我們的 BigBig Air的手機APP 很方便 隨時在手機裡面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所以不用想 立即下載 立即成為我們的付費會員 立即成為我們的付費會員